我国司法史上第一次在没有寻获遗体的情况下 判处谋杀案被告死刑 三名男女被控在雪兰儿巴生 打死了一名男子后再弃尸 虽然至今都没有发现遗体 但法官研判证据确凿 所以判定谋杀罪程 所有三人处以死刑 尽管我国正在研究是否要废除强制死刑 但雪兰儿沙亚南高庭 今天针对三年前一宗杀人弃尸案 下达了还手死刑的判决 第一控状指出 西蒂诺阿西亚和朋友祖西亚米 串谋另一名友人 也就是莫哈莫拉莫 在巴生谋杀了21岁的莫哈莫法鲁 第二控状则指控莫哈莫拉莫单独杀人 法官下判时指出 三名被告在自便时 证词都是捏造的 而且行为残忍和毫无人性 法官特别指出 目击证人共称 莫哈莫拉莫用木材殴打死者 力度之大 就连木材也打断了 他还看见西蒂和莫哈莫拉莫 讨论事情 西蒂更建议用床褥包裹遗体 绑起来后再丢到 沙亚南24区的河流 莫哈莫也承认 自己收钱办事 有鉴于此 法官在传照12名证人 研判41件证物后 认为证据确凿 三人都在刑事法典302 谋杀条文下判处死刑 另外涉嫌杀害妻子和妻子 还将遗体失手分离后 再分尸成至少八大块的 新加坡男子沙鲁尼战 今天上庭时 面对谋杀指控 被告今早9点抵达推示庭 面对两项控状 也就是10月6号 在一个住家内 谋杀27岁的诺法兹拉 并在同样地点时间 杀害11岁的莫哈莫伊曼 被告没有代表律师 在聆听控状后 他只是点头表示明白 全程沉默不语 由于必须等待法医报告 因此推示则定案件 12月16号再次过堂 同时禁止被告保外